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699集 夏小兰要联系上游历 已经不可能了 把伤者送到医院后两小时 派出所的公安接到报案 就杀到了医院带走了游历 至今游历母亲还未苏醒 游历继父的情况连葛剑都不知道 夏小兰打岳阳电话 只能打给邵光荣 她到了美国 还没给邵光荣打过电话呢 毕竟是周成发小 这时候有啥不能问的 一连打了几次电话才接通 邵光荣的声音里也剧都是疲惫 嫂子 这件事还是惊动你了 唉 我当然要顾问 小游是我选的秘书 都快去鹏城报到了 怎么出了这样的事 现在情况如何 邵光荣就把游历家的情况 简单说了下 这些事她也没告诉任何人 大概觉得说出来 我们也不会信 那天晚上我送游历回家 她有个东西落在我车上了 我就下车准备给她送家里去 前后脚就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游历就已经把她继父捅了 黑灯瞎火的 她根本就没认出来 那是她继父 就看女人站在床前 拿棍子打她妈妈的头 以为是禁贼了 一看她就是吓坏了 我赶紧把她的妈妈和她继父 都送去医院了 没认出来那是继父 连捅两刀 还是认出来了 故意捅了两刀 夏小兰觉得这是个疑点 但在电话里 她不会追问 电话里谈话并不安全 邵光荣既然这样说了 事情只能是这样定性 就算游历是认出来了 故意捅的又如何 为人子女的 在那种情况下 第一要紧是保护母亲 别说是继父 就算是亲生父亲 难道游历就眼睁睁 看着母亲被殴打至死吗 她继父情况怎么样 命保住了吗 误伤和误杀性质肯定不同 电话另一边 邵光荣咬牙切齿 游历力气小 又是从背后捅的 伤的是挺重的 不过 松衣其实 已经抢救过来了 倒是游历母亲 至今仍在昏迷 医生也说不好 啥时候会醒 可能明天醒 可能后天醒 至今都没出重症监护室 也有可能是醒不过来了 夏小兰皱眉 那岂不是可能变成植物人 护理一个瘫痪病人 非常辛苦 但瘫痪病人至少意识清醒 能说话表达 能自己吞咽 植物人的话 花费的精力和金钱 岂止比瘫痪病人 多一倍啊 游历现在人还在派出所吗 这样 你替我转告她一声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 等事情处理完了 我的邀请依然有效 她还是能去捧场报道 嫂子 谢了 游历这事处理不好 会留暗底 毕竟是差点杀了人 谁放心请这样的人当秘书 夏小兰肯说出这样的保证 是给游历后路 给她保证 让她更有底气 应对眼下的困难 邵光荣能帮游历周旋 却也不能顾及到方方面面 她要说以后负担了游历母女 游历也不会同意 不用谢 我是真的看好游历 这件事我信她 也信你 你肯定能处理好 邵光荣一听就明白了 用来糊弄公安的话 是骗不过小兰嫂子的 不过 她本来也没打算骗下小兰 现在承担最大风险的就是她 是她在做伪证 如果事情处理不好 她的麻烦也不小 但邵光荣也不后悔 既然管了 就不要扭扭捏捏的 要一口气管到底 她能把别的事处理好 游历那丫头却不能改口 要按照她教的话说 挂了电话 邵光荣揉了揉眉心 小兰嫂子都说你聪明 你这丫头 可千万别扯护腿 派出所那里 她是不能干涉的 邵光荣做事不喜欢留有尾巴 这事多两人知道 就多两人会抓住她的把柄 谁知道别人 何时会拿出来威胁她 就连游历继父 邵光荣都不会去威胁 她可以许好处 让游历继父在公安面前 替游历作证 可她为啥要那样做呀 这个男人得先把自己 为什么拿棍子 打妻子头部的事 交代清楚 还有那些隐藏 在慈爱表现下的龌龊 她要是好意思说出来 那就说呗 邵光荣现在是要把游历摘干净 把游历继父搞进去 不能太便宜了这个畜生 派出所 游历被带进来两天了 两天时间 她被反复审问 因为她说的证词 和受害人乔全柄说的不同 游历是按照邵光荣教的 说自己和邵光荣分开后 回家发现 她妈妈睡的小棚子里有动静 喊了两声没人应她 她把电灯拉开 就发现有个人在打她妈妈 她背对着我 我也不知道是谁 以为是小偷 就抓起桌子上的小刀冲了过去 我怕一刀支不住她 就捅了第二刀 邵光荣在门口叫我 我都没听到 太紧张了 等她进来 我才知道捅错了人 她就帮我把人送到了医院 邻居听到我们在争吵 那天晚上没有争吵 明明我爸经常打骂我 以前邻居们都说没听到的 游历脸上有讽刺的笑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公安同志 我还想问问我爸 为什么要打死我妈 本来是公安问话 结果被游历反问得无言以对 两个负责问话的公安退了出去 把门关上 受害人敲拳柄醒了 她说妓女是故意想杀死她 两人的证词有很大的冲突 听信哪方的证词 会影响怎么给游历定罪 棍子上只有敲拳柄的指纹 她先把自己为什么要打死老婆的动机 交代清楚 才能判断她的证词是否可惜 她说自己喝醉了酒 被妓女激怒 说这个妓女要带着母亲离开京城 把她一个人给抛下 她想起自己多年付出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一时激愤才打了妻子两棍 据我们走访调查 这个乔全炳平时口碑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 她对瘫痪的妻子不离不弃 这件事 这件事就他们要有问题 一个细心照顾妻子的老实男人 因为被妓女激怒 就趁着酒意 提起棍子 对妻子下狠手 派出所抓过的罪犯多了 乔全炳这个说法 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她真相表现出来那么好 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年轻女孩 怎么会整天琢磨着 带瘫痪的母亲离开 游历这边还有个证人 她是游历对象 是对象的话 就可能再帮着游历做伪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